彭斯演讲前美国就行动了,白宫高官非常尖锐,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川普内阁的中国政策演讲内容涵盖贸易、军事、人权以及中共颠覆美国政治等领域。 一些分析认为,川普政府正在修正美国40年来以增加交往,将中国大陆融入以西方民主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以便促进中国大陆更加开放的政策路线白宫高官博明用尖锐的言辞表示,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密西根大学上月已突然关闭合作单位。 中国信息中心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若表示,整个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基本都在中共的影响和掌控下,合作单位就更不用说了白宫高官与颜尖锐。 中美竞争不是一件坏事在彭斯对中国内外作为做出前面批判之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Maphyo Potia。 上星期即在中共驻美大使馆一场庆祝十一的活动上预告了彭斯演讲内容所代表的一环,那就是美中将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态势。 这种看法已反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国防战略中。 美国之音10月6日报道,趁博明对包括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内的庆祝人群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更新了美国的中国政策,将竞争的概念拉到最强烈,并以孔子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是不成来强调美国语,中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从事一种竞争,不承认这个事实将造成重要误解,并带来误判。 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说,川普政府修正,reactify了对中国的政策框架,以反映美中关系的演变。 不过博明说对我们来说在美国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competition is not a four-letter word纽约时报,在上星期一篇报道中,提到这段讲话时指出,博明以通常不会在正式场合看到的非常尖锐的语言brittle language,表明美国一意要intend on与中国竞争彭斯,中共该与美国学术研究。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表示中共也在学术方面施加压力,北京向大学智囊团和学者提供慷慨资助,前提是他们要避免共产党认为危险或冒犯性的话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最知道,如果他们的研究与北京的观点相矛盾,他们的签证将被推迟或被拒绝。 彭斯提到,在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学生最近在毕业典礼上,谈到他所谓的言论自由的清新空气,中共官方报纸立刻斥责了他他在中国严格控制的社群媒体上成了遭围剿的受害者。 他的家人也在国内被骚扰,而对马里兰大学本身而言他与中国的交流项目本是全国数一数二广泛突然间同,源源不绝变成尖尖细流。 中国还透过其他方式施加学术压力北京慷慨地向大学智库和学者提供资金彼此的理解,是他们会回避中共认为危险或冒犯的观点。 中国专家尤其知道,如果他们的研究与北京的口径相抵触他们的签证将被延迟或拒绝,连避开中国资助的学者和组织也会被中国锁定哈德逊研究所就有其身体会。 在你们提出,要为一位北京不喜欢的演讲者主办讲座后,你们的网站遭到源自上海的重大网络,攻击哈德逊研究所比多数人都了解,中共现今试图破坏美国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些以及其他行动加在一起,构成了一股不断加强的力道目的,是要让美国舆论和公共政策偏离川普总统坚持美国优先的领导。 密西根大学无预警关闭中国信息中心安纳堡密西根大学,日前以成本效益欠家为由,突然关闭旗下的中国信息中心,Chinese State Center CDC原中国信息中心主任,报数宁5日接受海外中文媒体世界日报电话访问,时说他在9月17日,接到密大要关闭中国信息中心的通知。 这些当天网站就已无法使用,中国信息中心1997年成立一开始,隶属于密西根大学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2012年成为校际政治与社科研究联盟,ICPSR的合作伙伴,至今世界日报报道,隶属于密大旗下的中国信息中心,原有数百名团体会员,每年缴交会费使用网站资讯。 目前报数宁与中心原有的数据合作伙伴,已另建立了中国数据在线网站,china-dta-online.com,继续提供服务。 对于新的中国数据在线服务,原中国信息中心使用者,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都大研究助理教授斯坦哈特,Christoph Steinhardt,向密大校报密西根日报,表示信息中心隶属于一所认证的大学非常重要。 目前似乎有些来自北京的公司,在运营新的数据网站,除非有详细的执行操作负责者信息,否则它不会再使用该中心的数据。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篤然分析从报道看,这个中心不是大学的编制看起来,就是中共在美国的伪装机构基本上,美国大学的编制内的中国研究中心,都在中共的影响和掌控下更不要说编制外的,这个中心看来就是专门提供中共制造的数据,在美国大学认证的外衣下,推广给全世界在中共渗透和控制下的那些美国大学, 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在川普上台前是宣传中共国支持希拉里上台,在川普上台后还多了一项最重大任务,就是让美国舆论和公共政策偏离川普总统间,持美国优先,的领导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